春节期间不少业者是荷包满满不过 在地十一产业却是产淡苦撑 依然感受不到人潮带来的前潮效应 业者笑着说十一业根本就是爹不疼 娘不爱只可以靠自己 春节的连续假期有些业者 春节是荷包满满 但是花莲的在地十一业者却是产淡苦撑 仍然感受不到人潮所带来的前潮效应 空荡荡的十一大街 已经好久未感受到游客的消费力 一人吃 你看他分工做起来是这样 这是台湾鸡船 花莲出人生的 没有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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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我们是以价钱来讲 这胡椰是比较便宜啊 对啊 因为我买的人多不多 胡椰买的人蛮多 只是说他有等级上的问 还是有等级啊 面前摆着许多雕刻精美的十一作品 但是游客来到十一大街 寥寥可数 业者只能够笑着说 爹不疼 娘不爱 只能靠自己 说出了他们这十几年间的产业变化 而如何找出在地十一业者的春宴 除了靠自己 还是必须仰赖相关单位的辅导 才能够找回往日的荣景 记者凌杰花铃室采访不到 就能够找回往日的荣景